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计很等式来看 我们说公司的资产有两个来源 不是负债就是权益 换言之公司的资金要么就是跟人家借钱来的 要么就是股东投资来的 equity就是指股东投资 那我们第十章讲的是负债 就是跟人家借钱 那你借钱的话呢 既然你是借钱通常你不会借短期的 我说一个公司在管理的时候 经营者一定要有基本的概念 你的长期资金才能够做长期使用 也就是说什么叫长期资金 我们说我们的负债有分流动跟非流动 非流动就不是一个什么 短期资金 流动就是短期资金 一年之内就必须清偿 所以它是一个短期的资金 如果你借短期的资金来做长期使用 什么意思叫做长期使用呢 我去买个设备或者是盖个厂房 那你投资这些东西 你花在这些上面买机器或者是建厂房 这个你要回本 没有三五年绝对是回不了本的 你买个机器几千万 你要靠这个机器生产出的产品来卖 赚取的这个利润 然后来还你的这个借款的这个机器的价款 那买个机器几千万 你净赚怎么可能一年就净赚几千万 来还这个机器的价款呢 所以如果你是长期的投资 好你买机器算是一种投资行为啊 好你长期的投资 那你呢用的是短期的资金 那就会很惨 好我借了几千万买个机器 一年之后就要还 那我一年净赚才几十万 我哪里跑了几千万来还这个机器的价款呢 所以这个都会一定会产生所谓的流动性的问题 或者是常债的问题 所以我先请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哦 你要做长期的使用 一定要借用长期的资金 那长期的资金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它是短期的一年之内就要必须还的 所以你不能借流动负债来买机器或盖厂房 那你一定会产生周转不灵的问题 因为该还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可以还 好这一定会产生这个周转的问题 那长期负债 非流动负债 它就是一个比较算是长期的负债 比如说我们像第一次这样讲 我发行公司债 发行五年 发行十年 那当然就是什么 我利用这个资金去买机器设备 好五年之内我可能可以累积的 将近八成九成的资金 这个获利去还这个机器的价款 那是可行的 好所以你的长期的使用一定要借由长期的资金 那负债的项目就一定要什么 还款嘛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长期资金呢有两个 主要只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非流动负债 好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权益啊 你发行股票 发行股票给投资人 那权益科目呢 它是没有还本的必要 他没有还本 他不要还钱 股东投资 这家公司 他投资他就是希望什么 借由他的获利来赚取股利 这个你的股票是没有到期日的 负债是有到期日的 好所以我的长期资金 包含两个部分 一个是第十章讲的非流动负债 另外一个就是指 第十一章讲的权益的 那个资金来源 那这个都算是长期资金 尤其是权益科目呢 因为他没有还本 因为他没有到期还本的问题 所以他比长期负债 要更没有资金的压力 因为我没有还本 所以没有什么时间 到了我要去筹筹 筹筹足够的资金去还给股东 没有这个回事 好所以权益科目 他的来源 资金的来源 对公司来讲是最没有资金的 最没有还款的压力 所以对公司来讲 财务的压力会最轻 那你就会想 那如果这样的话 公司都是什么 都是去印股票换钞票 不是就更好了吗 对不对 你会不会这样想 既然长期负债 非流动负债 我到期要还本 而且一定 讲好的一定时间 我一定要什么 付利息 这两个绝对是不能跳票的 因为如果你跳票了 我说呢 每一年的四五月一号 要付利息 结果没有付 那债权跟你吹 你还是没付 那债权可以到法院去告你 告你之后呢 就可以去什么 法院去清 那个要求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公司就要被拍卖 因为你欠了钱就要还 所以这个负债就有这样的特性 不是本金而已 你如果违约 你利息没付 就视为违约 视为违约的话 就是可以视为债务到期 所以你就要还本金了 好 所以非流动负债 就对发行公司来讲 对债务来讲 是债务人来讲 是有这个资金的压力 但是权益没有 所以权益就是公司发行股票给投资人 然后呢 用他公司的股票去换取钞票 然后来提供给公司做这个资金的运用 好那你想 他公司为什么就印股票换钞票就好了 干嘛去借钱呢 好凡事一定什么 千万要记得 凡事一定什么 一提的两面 有正面就以他的负面 借钱 当然他有资金压力 就是要付利息还本金 但是借钱有个好处啊 什么样的好处 利息费用可以拿来抵税 我损益表里面有个利息费用 费用的发生 是不是我的金历就变少了 金历少我就可以少缴税 所以利息费用是有抵税的效果 就是可以少缴税 但是你发 你这个发行股票的话呢 当然好处 他没有还本的压力 那他要不要支付股利呢 没有绝对的要求 鼓励公司要付 想董事会通过要付多少 就付多少 我记得去年吧 某一家 莲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 这个有一家 这个IC设计的公司 莲友 他呢 我记得他去年是赚了15块 还是16块 就他鼓励只发5块钱 还是6块钱 好 那股东就为之哗然 你赚了10几块 为什么只发5块钱 那你多出来的10几块 你为什么不发 你也不能怎样 因为董事会通过了 决议了 那股东会通过了 那你那个小股东就没有什么 没有声音啊 你的声音 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有决定权 所以了不起你只能怎么样 把你的股票卖掉而已啊 你就不要投资他而已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公司要发多少的股利 那是公司做决定 好 股东是没有什么智慧的余地 当然你说股东会 可以不让他通过 那但是 目前台湾的董事会 大部分都是大股东所把持 不能说把持啦 好 都是大股东所组成 所以大股东 我们的公司的组织 是一人一股一股一拳嘛 所以一个投票群嘛 所以你的股权比例众越高 那你的什么 你的话语权就越大声啊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所以大股东决定了 你小股东也不能怎么样 好 那你只能接受而已 那我说的意思是说 这个股利 公司要不要发 发放多少 都是公司做的决定 好 所以基本上 我可以公司赚了钱 我不发 可以啊 只会投资人呢 只会心里会 会这个不爽说 为什么赚了钱 你不发股利而已 但是不能 你不能怎么样 公司没有绝对的义务 要发放股利 所以权益 我刚讲又没有还本 又没有一定发放股利 对于公司来讲 他几乎是没有什么资金的压力 那这样子为什么 我们不要借钱了 借钱既然一定要还 一定要还本金 一定要付利息 有这么大的资金压力 那我们不要借钱 我们的发行股票就好了 好 所以第一个缺点 是 我们说了 借钱的好处是 利息费用可以抵税 所以负债的缺点 也有他的 优点也有缺点 他的优点就是 你所付的利息 可以少 让你少缴税 那换言之 大家回忆一下 我们在讲 上学期的 一开始讲 那个报表的时候 我们有提过 鼓励支出 它不是损益表的科目 它是 鼓励支出是什么 保留盈余的科目 因为它是盈余分配而产生的 那这个鼓励支出 不放在损益表 因此他就没有税的问题 他就不能少缴税 公司一样付了鼓励给股东 他的性质跟公司付利息给 债权人是类似的 但是 你支付鼓励 是不能放在你的损益表 不是在损益表的科目 他就没有什么 少缴税的优点 所以鼓励支出 对公司而言 没有税负抵减的效果存在 好 这是一个缺点 那第二个缺点是什么 如果你是大股东 公司需要资金来扩建厂房 那需要资金 如果他发行股票 好 那如果我是大股东 我想拥有我大股东的身份 或者是他的所谓的话语权的话 那我是不是要拿钱出来 比如说我持有这家公司 30%的股权 他现在需要1亿 我要维持我有31%的股权的话 我是不是要拿出3000万 那假设我没那么多钱 或者是我不想投资那么多 在这家公司的话 那你是不是 你如果让他发行了之后 你没有去同样去买到30%的话 你的股权比例就会被稀释 好 那这样子就对大股东来讲 他就会不利嘛 因为他假设本来是20% 因为你增资了以后呢 他变成只有什么 5%的股权 那这样的话 他是不是讲话就没有什么 比较没有什么决定权 因此大股东就不希望 除非他有钱 他也可以投资相同比例的资金进来 要不然的话 他就不会同意发行股票来换钞票 好 所以股权 发行股票它的优点 就是它没有还款 跟支付股利的绝对必要的存在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 股利支出不能抵税 第二个 发行股票会让现有的股东 股权比例造成稀释的效果 所以很可能 那个大股东就不会同意 董事会就不会确定采取这个方式来募找资金 所以这个 我说了 任何一件事情 一定有它的好处 一定有它的缺点 那就看你 对于它的缺点 你觉得 在整个评估起来 是不是可以接受的 好 这是权益科目的问题 好 那第十一章 我们就要谈股东的 这是股东权益的部分了 好 所以主要是针对这一块来谈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我们的权益科目 可以有分成哪些 好 所以我们前面先 课本前面一定先讲 好 公司组织有什么样的好处 公司组织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第一个 那个 经营权跟所有权人是分离的 原则上 好 但是我 其实 不是只有台湾这样而已 像美国应该也是一样 经营者大部分都是什么 都是具有决定权 决定 应该是 具有决定成分的 具有决定性的股权存在的股东 在这个公司当经营 这个管理阶层 好 但是理论上面来讲 你如果想要股东的话 那就没有这个权利了好 所以公司组织的第一个优点会讲 诶 你的所有权人 跟经营 拥有经营权的人是分开的 所以表示什么 你的经营权是可以给有专业经理人来经营 那当然对公司也许 在他的发展上会比较有利 好 所以他一个好处 第一个优点或者他的特性也好 所有权跟经营权是分离的 好 那第二个的好处是什么呢 好 这个公司的生命 寿命是无限的 好 就说公司呢不像 如果你是独资 独资的资本组 如果 说难听他死了 这个独资企业就关门了 就结束了 好 或者是合伙 合伙呢更惨 合伙人呢 假设我们有三个合伙人 其中一个合伙人说 我不要了 我退伙 他退伙的话呢 不管你有没有补薪的人进来 都视为旧的合伙事业结束 而产生新的合伙事业 所以他的寿命很短 就是他的存续期间很短 因为只要有合伙人有异动 这些合伙就合伙事业就算结束 然后产生那个新的合伙事业出来 好所以这种独资也好 合伙也好 他的存续的期间相较之下都比较短 那公司组织的好处是什么呢 哎他没有这个问题 除非你是一人公司 要不然绝大部分都不会是 我们现在坊间看到的股份有限公司来讲 他都是什么 都不会因为这个今天股东换人了 他就公司就结束了 然后产生新的公司 不会 所以公司的寿命就会比较长 然后再来 刚刚有提到了 那公司的好处是什么 股东呢 可以很容易去移转他的股权 好 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 好 有限公司呢 是他没有把公司的股权分成等份 好所以我说了 很有可能呢 你有限公司的话呢 你投资500万 你一张出资证明 你投资5万块 我会给你一张出资证明 好 所以如果这500万的出资人呢 股东呢 我想要把我的股份卖掉 那接手的人说我只会买 我只要买你100万 你不能说我把股票四五分之一给你 他就没办法换 没有办法这样的移转 当然你可以申请公司重新去发 这个所谓的出资证明 但是他的移转就是不方便 那不像股份有限公司呢 我们证券交易法就规定 一张股票面额都是1万块 这1万块怎么来 一股台湾的证券交易法规定 一股面值都10块钱 那1张股票都是1000股 所以1张股票的面值就是1万块 好 所以我今天要叫 假设我有10张 我卖掉其中一张 很简单啊 尤其是公开发行公司 我就要在市场上卖掉就好了 所以他的股权的移转非常的容易 而且方便 这是公司组织的一个优点 所以他的股权的移转 那是很容易的 那他的当然有优点就有他的缺点 他的缺点呢 那他只讲他的特性了 他的缺点我认为是他的 也不能说他的缺点 因为表面看起来是他有缺点 因为在国外来讲 公司组织叫做法人 因为根据法律 法律而形成的人格特性的话 我们叫做法人 那这个法人呢 在美国有个法人所得税 那换言之你不是法人的话 就不用叫这个法人所得税 对哦 好 比如说我们说 企业组织有独自合伙公司 那公司因为根据公司法去设立的 所以公司 只要叫做什么什么公司 不管是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都一样 他都要缴法人所得税 因为他是具有法人身份 那如果我是独自合伙 就不用缴税了吗 因为我们没有独自所得税 合伙所得税 没有这个税的名称啊 那是不是他就不用缴税了 不是哦 因为如果是独自 就算什么 资本主的个人所得 合伙 合伙失业 你最后的损益结果 要分配给合伙人 所以合伙人拿到的 这个损益的分配 就算是合伙人的个人所得税 所以他只是不用单独 因为这个企业 而缴一个所得税 但是他必须 这个企业所造成的获利 必须什么 必须回归到个自然人 去缴个人所得税 好 所以我不能说 要缴法人所得税 是他的缺点 因为缴税是每个人都要交的 只是你用什么名称 什么名目去缴税而已 好 所以说呢 公司有法人所得税 合伙独资 就没有这个法人所得税 因为他不具有法人 但是他也要缴税 我刚刚也讲了 因为他就回归到自然人 那台湾呢 台湾没有叫做法人所得税 台湾呢 就分成 所得税分成两个 一个是个人所得税 一样 另外一个叫做盈利事业所得税 盈利事业所得税 跟法人所得税不一样 因为法人是指依法律而形成人格的 所以公司才要缴法人所得税 但是我们的范围更广了 你只要是盈利事业 独资合伙都算是盈利事业 所以你只要是盈利事业 不管你是公司组织 合伙组织还是独资的组织 你都要缴盈利事业所得税 好所以就 所以南京就一网打尽 所有只要是盈利事业 通通要缴盈利事业所得税 好那 但这两个中间有一些相同 有一些不同 就不在我们的税 这个谈的会计的范畴 以后呢 大家若去了解 那个修税务会计 或者去修税务法规的时候 就会了解 好所以 呃我们台湾叫做盈利事业所得税 它的范围就不是只有公司 要缴盈利事业所得税 包括独资合伙都要交 好这是公司的特性 好所以来看一下呢 那我们还另外要讲一下 公司这个组织呢 这个最高意思 公司的最高意思 机关是哪里呢 是什么 不是董事会 是股东大会 公司做的任何重大的决议 都要通过股东大会 都要通过股东大会 只是这个重大决议 要形成之前 必须先经过董事会 所以董事会 我们叫做什么 叫做执行机关啊 好 但是呢 这些执行机关 它的要执行的 这个重大案案件呢 然后重大的那个经营策略呢 都要经过股东大会 好所以我们刚讲了 董事会做了决议 我今年要发放多少的鼓励 董事会做决议的 决议完了之后 他要到股东大会 通过才算正式成立 那当然你说 我刚刚已经讲了 因为我们的董事会 都是大股东形成的 所以股东大会 其实只是一个 说白点有点像形式上面 因为你小股东反对 也不会做成什么 影响啊 因为我说了你的 每人投一票的话 你就投输人家 那你就没办法了 所以像这种的话 但是这个股东大会 是一定要 所有的重大决议 一定要通过股东大会 之后才能够正式成案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呢 在我们的 所以大概 广泛的去谈一下 它的一些 应该是说它的一些知识而已 基本知识而已 还不到我们会计的内容 好 所以看一下第一个 538页 好 先来看一下呢 这个公司的组织 公司形态的组织 好 那它的特性有哪一个呢 好 它说呢 它是一个什么 独立的法人 好 法人的个体 它是一个独立的 好 是一个独立的法人 好 在538页 然后再来呢 它呢 对于股东来讲 它的义务 就是它的那个 liability 它的义务 或者是它的责任有限 好 我们说 独资合伙 这些投资人 或者这些出资人 它的责任都是无限 那但是呢 公司组织 只要你是要有限公司 或者是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都是指股东的责任有限 好 所以呢 公司的责任是有限 股东的责任是有限的 好 所以这538页 好 就提到了 它的 Limited Liability of Shareholders 就是股东它的责任是有限的 意思是什么 它股东投资的金额 它的股东投资最大的损失 就是它的什么 它的出资额 我投资100万 这家公司经营的不好 好 不但呢 这个资产小于负债 好 那这个对股东来讲 我原来投资100万拿不回来 但是它的负债大于它的资产呢 这个债权人呢 不能对股东个人的财产 要求赔偿 要求那个清查 因为股东的责任有限 它的责任到哪里 就是以它的出资额为限 好 这是第二个特性 那第三个呢 有关于这个 所有权的移转 就是股权的移转 或者是股票的移转 是很容易的 Transferable 就是很容易可移转的 我刚刚已经讲它只要什么 它只要这个移转的 比较容易 好 不像如果你是合伙 我要把我的股权 我对这个合伙事业的合伙权移转的话 那比较麻烦 因为要经过合伙人的同意哦 好 要经过它的合伙人的同意 好 所以它比较不容易 再来呢 它呢 它呢 是 有关于取得的资产 取得的资本呢 都已经是什么 都已经是 拥有的了 就说呢 它这边呢 再看一下 539页 好 它说呢 它要取得资本 比较容易 因为公司呢 股份 那个公司呢 你要嘛就印股票 换钞票 要嘛呢 你就可以发行公司债 因为公司才能够发行公司债 你独自和我是不能的 好 所以你取得的股 那个资金呢 比较容易一点 好 你的取得股本比较容易 然后再来539页呢 就是指它的 这个生命 就是它的 存续期间会比较长 好 所以它的 这个 寿命 这个公司存在的寿命 是比较长的 那再来呢 它有个什么 它的管理阶层是比较严谨 好 所以呢 公司组织因为 它的投资人也多 或者是它的资金来源也比较大 所以它的组织架构会比较完整 所以它一定有什么 有一个 呃 都不会一个人说了算 所以它一定会有个完整的一个管理阶层 好 那再来呢 它有 它必须受到政府法规的 哎 也不能说约束了 它必须遵守政府的法规 因为什么 公司法 它有一个公司法 好 所以呢 它必须遵守政府的法规 好 不晓得同学为什么一直看手机呢 在看 现在打篮球吗 还是在看 还是在干嘛呢 好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最后一个540页 它的特性是什么 它有一个额外的税 税就是指法人所得税 好 那这边呢 那在540页就有提到 它的一个Additional Taxes 好 就是它的所得税 好 那就是一个法人所得税 那基本上呢 我们现在是两税合一的话 呃 就是你缴了法人所得税 缴了税的部分 可以去抵个人所得税 好 这个等到未来 大家有机会去修到 呃 相关税务课程的时候 就会知道 呃 所以现在缴了税 那不会说 因为公司的遗余是要分配给股东 那分配给股东不见 不是说那股东拿到这个 呃 公司分配的股利之后 他要再缴一次税 好 有可能他要缴一部分的税 但是不见得 他是Double在缴税 所以我们现在是两税合一是 你个人要缴的税 如果公司已经缴了 那没有超过那个限额的话呢 就是没有超过你个人本来加了这个 呃 盈利那个股利分配的税之后 没有超过的话 那你就可以不用缴税 甚至你可以退税 总而言之 这是两税合一 所以他的Attentional Taxes 是指公司要缴法人所得税 但是现在的法人所得税呢 或者是台湾的盈利事业所得税 不会 你交了盈利事业所得税 分配给个人之后 个人还要再交一次个人所得税 而两个之间没有任何关联 不会是这样 好所以这个就是 呃 未来你们再去了解一下就知道了 好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呢 在Illustration 十一之二 就把他的好处跟他的缺点 好 刚讲是他的特性啊 那这些特性里呢 有些对这个经营者或者是对投资人来讲 这是一个好的 好 就是优点 那有些是缺点 所以你可以看他的缺点呢 就有什么 就有三个 好 一个呢就是他有呃 这个经营权跟所有权点是分开的 好 所以你是呃 大股东也不见得你一定能够参与他的经营 比如说 最近不是日月光跟细品吗 闹 不是闹的啦 就是这件事情 呃应该是很多呃 这个市场上关注 那细品现有的管理者 经营者呢 比如说什么林文博跟他的 呃相关的高级高阶主管 他的股权加起来可能不到10% 好 但是呢 现在日月光持有细品的股权已经有超过20几%了 那日月光就一直希望能够什么 改选董监事啊 因为他能够改选以后 他股权比例比较高 他就可以进入管理阶层 然后就可以做很多的决策 好 那但是现在他还没有 这个还不能去做这件事情之前 他就不能主导 日那个细品的一个经营啊 所以这边就讲他的缺点就是 所有权人跟经营者是分离的 所以虽然细品的 现有的管理阶层持有细品的股权不到10% 而日月光已经超过了20%以上了 但是目前日月光还是不能参与这个细品的经营 好 因为他要经过一定的程序 比如说要重选 从那个改选董监事等等的 那没有改选之前 他就不能参与经营 好 这是他的缺点 那第二个呢 他有政府法规的约束 我们有公司法 公司法有些规定 所以你必须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去做 他的经营也好 或者是他的一个账务处理 我们就会成 我们这一项就主要针对的是 他的账务处理的部分来解释 好 那当然他有一个什么 他要交法人所得税 他有额外的税付 那这法人所得税 我刚刚已经讲了 他不一定是缺点 好 不一定是缺点 尤其是两岁合一之后 他不一定 他就不见得是一个缺点了 好 就是他的一个不利的地方 好 不见不竟然是如此了 好 这是一开始先对于这个公司组织 有什么样的特性 来跟大家做说明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那对公司的equity而言 好 他的权益 他可以分成 你知道吗 只要我们刚写 资产等于负债加权益 所以权益是提供资金 因为是形成资产的一个来源之一 好 好 那权益呢 有哪些组成 在我们的会计科目上面的组成 有哪些 好 那第一个我要告诉你说 就要叫做权益 就是股东投资的 股东出资的 好 那只要是权益 基本上就没有还本 等等的这个要求 那我们看一下 从他的会计角度来看 权益可以分成哪些 权益是股东投资的 我就告诉你说 我们现在只是想说 他的会计科目分类 他的会计科目的分类 而不是指权益有什么不同 不是 主要叫做权益都是股东 属于股东的那个资金 都是股东的资金 那只是在权益里头 我们用的会计可以分成两大类 那你到了中块的时候 会告诉你有三类的组成 好 那我们现在呢 也可以讲一下 他有哪三类好了 那我们会主要针对 其中的两类来说明 因为初块只会讲这个 一个是什么 公司投资的股本 叫做投入资本 pay in capital 就是指投入资本 好 公司股东拿钱出来的 叫做投入资本 pay in capital 另外一个呢 公司经营的结果 在还没有分配股东之前 我们叫做保留盈与 好 我们来看一下呢 基本上来说 我们的equity 可以分成三大类 就是他的组成 他的会计科目的组成 我们先把他讲 他可以分成三大类 那这三大类里面呢 我们初块会针对 这两个先来解释 我刚刚跟你讲 权益就是属于股东投资的金额 就是属于股东的钱 你要记得权益就是股东的钱 就对了 好 那股东的钱我们记账的时候 我们把它分成两大类 一个是股东口袋里头拿出来的钱 我们叫做paying capital 投入资本 那另外属于股东的钱呢 我们是不是讲 公司经营的结果 损益结果是谁想有 股东 所以公司经营的结果 损益的结果 还没有分配给股东之前 我们就叫做 放在保留盈与 所以保留盈与 虽然不是股东 从他的口袋把钱拿出来的 但是保留盈与 是公司经营的结果 最后还要分配给股东的 只是还没有分配出去之前 我们叫做保留盈与 这样清楚吗 好 这是我们出块会从这两个科目去解释 这两个 这两大类去解释他的会计处理 另外一个呢 就是其他权益科目 其他权益科目呢 我们等 等到中块的时候再来讲 好 其他权益科目 好 那主要我们会针对这两个 其他权益科目会讲一点点 会有一个东西跟 这个 我们应该出块也会提到的 当然我们把它归类在其他权益科目 好 那其他权益科目 总而言之 只是先来放在帐上 以后 还是会分配给股东的而已 以后都还是属于股东的 好 这是分成这三大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 那我的投入资本又可以分成两个 分成哪两个 一个是股本 股本 一个叫做什么 一个叫做Additional Paying Capital 它是指什么 好 也就是说 基本上我们刚刚讲 台湾的证券交易法规定 每股都10块钱 面额都10块钱 好 那今天如果大力光 他要现金增资 他要募集资金的话 他会用一股10块钱去发行吗 他不就抢破头了 你知道现在大力光一股市价多少 市价多少 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2500多块 一股就2500多块 你用10块钱去发行 不是大家就抢破头了吗 因为我现买就现赚 而且赚翻了 我花1万块 我可以赚到多少 一张股票 我花1万块的面值 如果用10块钱去发行的话 我一张股票花1万块 但是他的市价有200多万 可能吗 当然不可能 所以如果今天大力光 他要发行股票的时候 他要发行新股 好 他说我的成销价 一股2500块 一张股票就250万 好 那我入账的时候 我记账的时候 10块钱是我的面额啊 所以10块钱还是叫我的capital 超过面额的 超过面额的我们叫做超额投入 或者叫additional paying capital 就是中文叫做资本公积 这是中文的名称 这是股本 这个叫资本公积 超过面额的金额 我们就把它放在资本公积 这个会计科目里面 这个分类里面 所以有时候又叫做超额投入 超过面额投入的金额 就放在资本公积 好 所以这两个 所以呢 你拿大力光来讲 我如果成销价是2500块的话 换言之 我有10块钱是放在股本 另外有2490块 放在additional paying capital 超额投入 好 那这个都是什么 我刚刚讲的paying capital就是什么 股东拿钱出来的 股东拿钱出来 我只是要去分出来 你怎么记账而已 好 那我们的股本capital stocks 或者叫stock股票 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叫做common stock 普通股 对不起这本书可能 如果国际会计准则的话呢 它叫ordinary 一般的 ordinary stock 叫做普通股 另外一种呢 不普通 既然普通相对应的 叫做不普通啊 不普通我们叫做什么 特别股 好 所以呢 这个有人用common stock 也有人用ordinary stocks 好 就是普通股的意思 那不普通的 我们叫做什么 特别股 preferred stocks 好 那 但是呢 不管你是普通股 还是特别股 你只要 投资的金额 就是股东掏钱 去买这个股票的金额 超过它的面值 我们通通就放在什么 additional paying capital 只是你到时候会 dash 你是common stock 还是ordinary 或者是preferred stock 是普通股 溢价 还是特别股 溢价而产生的资本攻击 好 所以先搞清楚 权益分成三大类 三大类里面 有一个 比较清楚的分的是 股东从他口袋里头拿钱出来的 我们叫做paying capital 叫做投入资本 好 那不是从股东的口袋里头拿出来的 但是也是属于股东的 呃 享有的 之前呢 金额呢 我们叫做保留盈域 公司经营的结果 最后是归股东所享有 那股东 还没有分配给股东之前 这品牌是算是股东的啊 我们会计客户就放在什么 保留盈域里面 好 那我们的投入资本 又可以分成两个 一个叫做股本 一个叫做 中文叫做资本攻击 好 那有些书会写超额投入 都没关系 好 那意思是什么 只要 因为我们一般来讲股票是有面值 我拿台湾的例子 台湾的证券交易法规定 每一个上市会公司的股票的 一股的面值都是10块钱 所以你发行的价格超过10块钱的 我就叫做超额投入 Additional Paying Capital 好 面值的部分我们就放在start capital里面 或叫start 股票 股票 股票呢 我们又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叫做普通股 一种叫做特别股 好 那 我们待会去解释 什么叫做普通股 什么叫特别股 好 那就是说你的发行股票的形态 那个种类可以分普通股跟特别股 那普通股跟特别股一样 你只要是面值的金额 发行的价格里面面值的部分记在capital里面 就prefer stocks 金额里面 如果你是超过这个面额的部分都是放在什么 Additional Paying Capital 叫做资本公积 所以我资本公积 它的来源可能因为你是普通股发行 那我的保留英语呢 又可以分成两种 好 保留英语呢 一个是未分配 一个叫做以止波 这个叫未止波 appropriate 一个叫未止波 未止波保留英语 又叫做未分配保留英语 也就是保留英语 我们可以分成 它通透还是叫做保留英语 只是它的性质 我们把它分成 以分配 以止波跟未止波 这两个分类 好 那什么叫未止波 就是它没有限制用途 当公司要发放鼓励的时候 就看你的未止波保留英语 有多少来分配 未止波意思是说 它没有 没有动 没有暂时没有条件去限制它 好 所以未止波就是指这个英语 可以随时拿来分配给股东的 因为它没有限制它的用途 或者是没有因为什么情境 而限制它的一个发放 所以我们叫做未止波保留英语 那什么叫做以止波或叫以分配 好 这个因为我们有两种情形 一个是法律规定的 好 一个是法律规定的 公司法有规定 台湾至少台湾的公司法有规定 公司要就税后禁令提波10%为法定淫于公积 我们这个叫做资本公积 我们这个中文名称叫做资本公积 那如果你是法律规定来提波的 我们叫做法定淫于公积 我把它写出来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很多同学会看到公积两个字 他以为法定淫于公积 跟资本公积是相同的 不同啊 资本公积是股东拿口袋里头的钱 拿出来投资的 他超过命额的部分叫资本公积 但是法定淫于公积是保留淫于去分配出来的 分出来的 保留淫于怎么来的 公司经营的结果 存益的结果 还没有发放给股东之前 我们就放在保留淫于 好 那 他保留淫于呢 又可以分成两个 一个叫做未止波 就未分配保留淫于 我公司有多少的未分配保留淫于 未止波保留淫于 就可以拿来分配给股东 鼓励 那有一些情况之下 为什么会有移止波呢 好 为什么有这种情形呢 又分成两种情形 一种是法律规定的 根据台湾的公司法 我想不是只有台湾的公司法而已 国外只要有公司法 他一定会有这样的规定 根据法律的规定 好公司法的规定 台湾的公司法规定 每一家公司要针对税后 尽力提拨10%的法定淫于公积 好 我还写出来只告诉你说 你不要看到这个公积跟这个公积税 你把它想成是相同的 是不一样的东西 好 所以法定淫于公积是一个保留淫于的科目 因为是法律规定的 台湾公司法有规定 我忘记是不是267条 好 规定 然后呢 所以这个叫做法定淫于公积 那我们说另外还有一个什么 不是法律规定的 不是法律规定的 有可能是什么 有可能是公司跟人家签的合约contract 合约契约来的 好 有可能是contract来的 好 比如说公司法 当公司在发行公司债的时候 他为了让债权人放心 因为公司赚的钱 就归股东所享有 债权人只能拿到他的利息 但是重点是 我要能够还本 所以我利息都拿到 但是最后你还不了本 那我拿这个利息不是来 就是收回我部分的资金而已吗 所以有可能 不是有可能 看当时候公司法 公司债在发行的时候 他给那个公司在发行给的条件是什么 好 他可能会写说 好公司在 还没有公司债 在还没有还清之前 我会限制每一年多少的比例来做盈余分配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厂债准备 我们会有个名称叫做厂债准备 好 那厂债准备是 因为我们公司在发行公司债的合约上面 就自己约定了说 我每一年要提拨多少为厂债准备 那这个厂债准备是限制 请你记得 虽然它叫做厂债准备 并不是因为到时候要把这个厂债准备里面的金额拿来分配 还还给债权人 再说一次 我这边讲说 也许我的遗址不过一个是法律的 因为法律的规定 一个是什么 可能我们公司跟人家签某些的合约的时候 自己约定的 那我就举例了 比如说公司在发行的时候 那我为了让债权人放心 好 我公司呢不会把所有的钱通通发给股东 到时候你要还钱的时候没有钱 跟你讲说 啊没钱 好 你要还钱 这个到期还本的时候 两手一摊 我没钱 不会这样 所以我让债权人放心说 我每一年 这盈余里面会限制盈余的分配 那我们会叫做厂债准备 我们的科目 或者是我们的项目上面会写厂债准备 但是 这个名称 常常会让大家搞混了 因为这个厂债准备 就是我要还公司在的时候 就拿厂债准备去还 那这样就违反了 我们刚刚讲过了 保留盈余是属于谁的 股东的啊 如果保留盈余是要拿来还债的 那不是矛盾了吗 冲突了吗 所以厂债准备 只是一个限制盈余分配的科目 你要还钱的时候 跟保留盈余的这个厂债准备是无关的 是无关的 我们不是有一个厂债准备 到时候这个厂债准备的钱 里面的金额是要拿 去还你的公司在的 不是 不是 因为厂债准备只是暂时限制住你的盈余分配 所以请你记得 这边叫移指波 移指波只是暂时冻结住你盈余分配给股东 暂时冻结住盈余分配给股东 厂债准备也是如此 我的保留盈余呢 我提拨根据我的公司在发行的时候 我说每一年会税后的净利里头 我会提拨百分之二十为我的厂债准备 或者是我合约上面讲 我每一年会提拨多少固定的金额为厂债准备 看公司在发行的一个合约内容来决定 那请你记得 保留盈余的移指波厂债准备 并不是意味说公司要还公司债的时候 是拿这个厂债准备去还债权人的 这是两回事 因为厂债准备只是盈余暂时冻结住它的分配 那最后这盈余这个债务清厂完了之后 这个厂债准备就必须解冻 因为限制条件不存在了 当时候为什么不能拿这个盈余拿来分配给股东 因为我的债还没有还完 根据我公司债发行的合约 我必须提拨厂债准备 所以当我的债还完了之后 我厂债准备就不需要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的移指波就解冻为未止波 或叫未分配 所以移指波就是暂时冻结住盈余的分配而已 并不是拿这个移指波的保留盈余来做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